美國平常軍演啊 沒事 臺灣人過啊 南海過 怎麼這次都躲起來了 然後他的國防部長說 我們不能上鉤 如果我們這次出現 就是上鉤了 但是從臺灣角度看 你美國不夠意思 你跑了幹嘛 你就是來幾個箭啊 老共也不會打你嘛 對不對 就像李喜民說 你就算老美就算來幾個箭 老共會打你 不會嘛 你可以走 他也可以走 怎麼都跑起來 躲起來 那演習都躲起來 真的打仗會來嗎 我覺得美軍的 他現在的實力 真的在下場 這次的確在下降 像以前他們這些叫做神盾艦 在這個年代三十年四十年 他都退休了 那退休之後 大概就給像我們這樣的國家 是很便宜的錢 可是他這些都在研 那我再跟你講一個 他在研的 你去Google 研發研議 他都繼續研議了 就是他沒有新的錢 他所有的新造建 都大幅縮水 原來造二十四 現在三個就停了 造兩個就停了 那最有一個標誌性的東西 大家可以去 但是負擔太大 中共只有他的三分之一的國防軍力 但是你看看他全世界八十多個國家 有八百多個基地 美國要看全世界 老公只要看他這裡就好了 負擔太多了 所以他的錢開始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最近又給的錢 又增加預算 那都是九牛一毛 你看他以前 你去注意看他以前的航母出來 你注意看他 航母標準的戰術軍編隊 有兩個巡洋艦 三個驅逐艦在繞著走 底下還有什麼殼子潛艦 你現在再看他的航母出來 兩個三個 都只有兩個三個跟著走 就再也不是一個像那種看起來 很龐大的一個艦隊 他的實力真的在下降 這是一個無法逆轉的 美國的勢力已經過了那個山頭了 往任何一個方向都是下坡路 中國正在往上爬 這就是兩個差異在這裡 什麼時候中國能夠超越他呢 大概多久 習近平的期望 這習近平不是我講的 習近平說二零五零 他要超越 最起碼他要跟美國並駕齊驅 因為美國還是世界超強 他累積的時間實在是太久了 那這一次你說 他為什麼先暫時離開 這一次我覺得所有國家 都感受到一個現象就是 老共真的生氣了 而且他非常生氣 你說到這點我請問 你覺得他是真的生氣 還是借體發揮 我完全同意昨天 像那個李喜民學長說的 他羈押了很久 他其實是一直在人 找到機會了這一次 這一次給他的理由實在太大 如果這一次的理由 沒有沒有這麼強壯的話 他也許動員的不會這麼大 我決定是你就打幾個導彈 你不必把這個 打導彈還簡單 大家認為眼鏡很危險 對不對 我現在其實跟你講 眼鏡不危險 如果我今天要在這個地區射導彈 我的第一個潛力 是我能夠掌握 這地區的整個的現狀 因為彈射過來的時候 我要去測量他的 所以如果這裡面有一個別的船 在這裡走 因為誰說沒有人進來 那些有的國際商船 他根本搞不清楚 他進來只要一進來 暫停 立刻演習他就暫停 他就立刻喊停 有個飛機進來 他也會喊停 這就是實際的狀況 以前我們在海上演習的時候 如果有一艘商船 不小心闖進來 暫停 會有這種情況 當然有 誰哪個美國人 國際商船 每天看你們這些中國字 寫些什麼東西 通報什麼 還有的可能根本不知道 他就進來了 進來你叫他說 請你離開離開 他可能那個通訊機都沒開 他繼續走他的 這時候演習就會停 其實演習是很安全的 就跟沈大佬講的 演習很大一部分在演戲 我保證你 他是可控的 計畫性的 可是結束演習之後 我昨天看到這一消息 我真的講 我開始在擔心 為什麼 因為現在灰色衝突 撞來撞去 再不做有效的處理 很快的將來會插槍走火 插槍走火下去 會不會走向戰爭 我不知道 可能大家都會更往後退 但是現在真的是應該 大家要往後退 昨天不是說成功建 跟他距離什麼 一百八十公尺 那是非常非常間距離 我現在講兩個船在海上走 一百八十公尺 大家覺得一百八十還蠻遠的 就相當於兩輛車 在高速公路 疊車幾乎門要碰到門 我們這兩艘船一百八十公尺 一個船轉過來 這艘船跑都跑不掉 就會撞上去 沒有旋轉的規矩 因為他轉個半圈 大概就要八百公尺 九百公尺 我不知道你們軍艦怎樣 我開郵輪是沒有剎車的 軍艦有沒有剎車 當然沒有剎車 沒有 所有船沒有剎車 汽車有剎車 船是沒有剎車的 完全沒有 怎麼聽 靠轉彎 靠倒 靠其他 慢慢滑 減速 停 然後還可以再退車 對 不過船長 他演習區做化的 已經很接近你的領海區 我們當然會接近他 這有什麼 這沒辦法避免 我覺得現在因為 所有的這些在執行的時候 這麼多都在執行 我這樣講好了 我們都船長 上面现在通知你 不准他进来 问你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每个人的尺度都不一样的 那你说这个东西 有什么困难的 那是因为你不在现场 如果你在现场 你会知道 这个建场最大的压力 来自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谁 上面指挥我的那个人 那个人是谁 参谋总长在恒山 他是指挥指挥我的人 还有一个压力来自谁 对方跟我在这 啪啪的那个对手 如果参谋总长不喜欢我 我试图结束了 就是说我处理的 不让他满意 那基本上我就完蛋了 对好 这是一个 如果现场处理不好呢 可能是七八个官兵死掉 撞就死 你被以为那个船 那么硬啊 你看过一次 两个船相撞 你就会知道 我天哪 这些钢板这么薄啊 他那个撞起来 就跟这样子 就整个给你卷掉 船那么薄啊 钢板那么薄 因为他太重 因为他太重 速度 他只有速度 你看看七八千 对了对了 因为这个动量 动量 等于是速度乘以 他的质量 所以他质量大 速度又快 他就很危险 刚刚因为 黄建兰说美国往下走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美国怎么往下走呢 美国已经不错了 说实话 我们看历史上 这些帝国 强大帝国两百年 维持两百年 西班牙军队两百年 大英帝国两百年 两百年就往下走 不可能强盛超过两百年 美国已经超过两百年了 所以美国其实已经不错了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